我之前也是懷抱了一個新夢 就是當靈演 那時候就是大學的時候 然後人家說 需要那個靈演辦啦啦隊 馬上報名 對 而且是辦啦啦隊 穿得那麼辣 對 終於那時候還冬天 就是也是要過年12月這時候 然後就很冷 我們就穿啦啦隊 然後肚子還這樣露出來 然後因為想說是跟帥哥演 就也想說OK 他說好 那你今天演完 會有一千塊 所以我就想說 當啦啦隊一千塊OK 對 結果在那邊等了 就是從開工 就已經早上八點去去去 就等等等 因為靈演就一直等 一直等 不對喔 已經快八個小時了 怎麼還沒演 而且就便當可能就是真的 也沒有全部給 真的假的 好朋友還要分著吃 那時候就想說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然後應該正常吧 不懂 然後結果到了八點 那個就是工作人員就過來說 今天不好意思就是可能延遲 拍不到你們 對 是 他說那個帥哥演員也沒有來了 因為本來拍的戲 是我們還要在帥哥演員旁邊這樣 YA 對 以為還可以摸到明星 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戲份取消了這樣 蛤 他說那因為你們今天沒拍到 那就給你們500 這給500算好的 我們常常等12個小時沒拍到 不好意思現在拍不到你回家 沒錢耶 其實尤其女孩子 你如果看到那個 對 我跟各位報告 那百分 百分之1000 一定是假的 一定 如果你是中年的退休族 還是說上班族 如果跟你講說 然後日 那大部分都是傳銷公司 也就是老鼠會的另外一種 它的一個包裝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陷阱 那到底還有哪一些好康的 可以兼差 讓你財源滾滾的呢 杰玲來告訴我們 殺頭的工作有人賺 但是賠錢的生意沒人要做 今天要告訴大家 有一些你聽都沒聽過的賺錢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喔 什麼都賺什麼都不奇怪 包括了台棺材 一次6000元 還有到廟裡聊天打掃 時薪100元 好適合小優喔 找我... 憲哥聽仔細囉 時薪有300塊喔 這我們在座的三位帥哥才有得 在座跟茶價比價 一個價錢5元 好 小優那你有聽過 就是有什麼奇怪的兼差工作嗎 我朋友有一次說 你要不要看電影 我說好啊 跟你媽說 沒有啊 就是有一個工作 是陪人家看電影 這算是伴遊的一種嗎 可是真的沒有幹嘛 怎麼會選你 沒有啊 不知道 不是啊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沒幹嘛是因為看到你 不是 因為我那個朋友他說 憲哥你好多喔 對 是正常的看電影 因為有的可能在呢 他也沒有要幹嘛 他真的約不到人陪他看電影 那他有那個經濟能力 他就花800塊請他陪他看電影 我知道 就像最近新聞 或者說有人要 看恐怖片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問問 我們的憲民團友友 是不是也有做過一些 就是真的顯為人知道的 一些工作呢 因為那時候 我剛高中畢業的時候 然後他就想說 不知道要做什麼東西 我就是上網查 對 然後就找到一個什麼 財務管理公司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 怪怪的 對 然後想說 因為它上面寫說什麼 在辦公室 然後只要講電話 然後沒有業績壓力 然後想說 感覺好像滿輕鬆 然後就去應徵這樣子 對 然後到現場才知道說 原來是那個 電話催討公司 討債喔 算是一種討債公司 電話討債 對…就是那種電信公司 他們委託這個公司 然後他們其實名義上 叫做標準財信公司 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就是 你電話費沒有繳 然後麻煩繳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繳 然後可能還盡快繳清這樣 對 那還是很輕鬆啊 是不是 可是就是因為我在那邊 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 其實這個工作本身 跟我的個性 就有點不太適合 因為我比較喜歡 跑來跑去 動來動去 可是就是一整天 要坐在那辦公室裡面 然後那個一整個辦公室裡面 那個氛圍就是那種 三字經 標罵那種 因為可能有些人欠債 就是那種一二十萬 比較誇張一點 然後都不繳 講不出來 所以他們就是要用 三字經標罵他們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長時間真的是 很疲憊的一個工作 沒錯 而且工作氣氛 那這可以賺多少錢呢 那時候只有 五六年前 五六年前的時候 應該是五六年前 對…五六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還可以 現在已經不行了 現在你如果說 對方有那種財務公司 他是從銀行裡面的貸賬出來 對 銀行不敢嘛 銀行怕人家來破棄 對 所以他就把這個工作委託給 比如說馬國畢 對 我去辦一堂 他就從這家公司 對 那以前的話 他請的這些公讀生 他都不用找人 就隨便找個公讀生 他在打電話 不然你為什麼 你是不高興 你大尾 你是不要看到大尾 你不要有空外貸 我告訴我 我告訴我 你妙子不告訴我 你試試試看 憲哥 不好意思 如果是你打給我 我說 對 他後來因為很多人去投訴 聽不懂 很多人去投訴 那這樣的話 原理的恐嚇 其實到後來 都出現很多的糾紛 那現在規定 已經不能這樣了 所以說 如果你現在接到 你趕快把他電話錄影出來 不然就請 你說什麼 我聽不懂 好 所以優優還有其他的經驗 然後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要告白 對 然後他就在Facebook上面寫說 他要幾個靈眼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請我幫他找 然後他就是非常的大手筆 他有拍MV 然後就是把整個電影院都包下來 我就帶了我一票朋友 然後我們就是到了那個電影院的現場 然後大家都設定好做好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故意把女主角就是遲到 然後就是玩帶進來那個電影院這樣子 然後就是電影就開始 前面會有預告片 然後就開始放這樣子 然後放一放… 過了十幾分鐘之後 就開始播那個MV 就一開始會有一點撲梗 然後就越看越不對勁 女主角怎麼自己出現在那個 那個畫面上面這樣子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有那個燈亮 然後就是又放那什麼彩球 什麼棒棒棒 這球 然後就是後面有人那個 舉那個布條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Saxphone手都出來這樣 對 就是非常的大手筆 而且非常的浪漫這樣子 對 那這樣子臨演一次賺多少 比我好賺 預期真的不用幹嘛 8個小時500塊 對啊 就真的不用幹嘛 就只直到現場這樣子而已 可是你還有做過一個是賺更大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賺很大 但是我就做那麼一次 以後我也不會去做了 是吧 就是人體藥物實驗 你怎麼會想去監裁這個 因為那時候學生很窮 然後朋友就說 我帶你去做那個藥物實驗這樣 然後一開始其實也會害怕 同學就說沒關係 我們一起去啦 藥室就是 沒有啦 我們要可以一起去嗎 就是一種 不能同月同日生 但只要同年同月同日生 就是說 那沒關係 反正大家一起去 就可以壯膽這樣子 然後想說 這是一個新的藥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幹嘛 就是去那個醫院 住兩天一夜 然後就是連續兩三個禮拜 然後就是住在那邊 然後你吃的 然後你吃什麼東西 他都要管 對 不可以偷吃東西 然後他每一個小時 會幫你抽血 看那個藥物在你血液裡面 變化的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這樣子的療程下來 可以得 那是滿好賺的 可是問題這樣有一點 太危險了啦 風險太大 風險其實滿大 結果你拿到那一萬四千塊的時候 變得會心動 因為我那時候看那種人力銀行 超多的這種 對 超多的 真的假的 你會變成閃電俠或蜘蛛俠 可是那個過程有不舒服嗎 如果不舒服 他有條款說萬一發生什麼事的話 他們會負責嗎 那你就沒有錢了 對 就沒錢了 你就沒有錢了 對 所以你中途如果退出就沒有 對 就沒有錢 你就沒有什麼營養金 太恐怖了 所以後來好像是那個政府有管制 就是說你幾個月以內 不可以再做這個東西 不過請問一下易如 除了剛剛我們談的這些 比較特殊的以外 還有沒有哪些 我們一般想像不到的兼菜 有 現在兼菜這是五花八門 還有一種叫做什麼 就是那個心靈導師的工作 就初借你的肩膀 這什麼 給人家喝嗎 對 就是很多人心情不好 或者是分手 找不到朋友聊 然後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角色出現 他就借肩膀給你 然後幫你秀秀 陪你聊天 這樣一個小時收150塊錢 而且聽說他的生意還滿不錯的 因為有朋友就是一直介紹 轉介紹 對 不過這要提醒就是說 如果你做這個工作 你碰到這個案例是已經 有點比較失去你控制範圍的話 你還是要轉介到 有執照的這個醫師去 會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是一般的心靈 就是當朋友這樣的話 是也還可以 就是也還滿好賺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也滿推崇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寵物的管家 就是幫忙帶寵物遛狗 而且薪水很高 一個小時可以到300塊錢 對 這個在國外已經暢行已久了 對 而且你可以幫忙遛狗 但是你也要有專業 那如果說你比如說一個小時 你如果帶三隻狗 三個小時的話 就3000塊 可能一個晚上 對 對 我還碰過有人是 比如說他出國 主人出國 幫忙帶管那個寵物蛇 還有變色龍 因為這個你要有專業知識 你才能幫忙帶管 對 講到遛狗 小夢也有這個經驗是不是 對 就那時候我只是在板上面看看 然後就是看到一個 就是有人Pose說 想要找人帶去遛狗 因為牠那個時間剛好不行 可是牠的狗 必須在那個時間點出去遛狗 對 就我那時候我剛好家裡都有養狗 我就想說 可以順便一起帶去 然後又可以賺錢 所以就是有接了 對 那個時候怕也是就是 兩個小時就600塊 那最後就是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的手跟腳長得很漂亮的話 你可以去做那個 手部或足部的模特兒 這個心血是超高的 胸部 有 有個新聞 胸部應該更貴吧 對啊 沒有 就是很多那種內衣廣告 它其實有的 不是看到了代言人的那個 胸虛 對 所以這樣子手磨的話 可以賺多少 我聽說一個Case 好像有5000塊到3萬塊不等 對 就看它要展現的模式 其實是滿好賺的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要更好賺 他是做那個就是 藝人去拍廣告 可是藝人不可能 一直在那邊讓燈光師打光 他就是代替那個藝人 然後站在那邊打光 一天下來也有 就只是打光而已 太好賺了吧 那還是要請問一下藝汝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 這麼多的一個兼差的機會 但是很多人就講說 到哪邊才能夠獲得 這樣子的機會 對啊 我很喜歡吃烤肉 對 所以我去炭烤店 打過工 那我就喜歡吃秋刀魚 我就把它烤 一面把它烤稍微焦一點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 老闆說這個不行 然後退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吃掉 再烤一條新的這樣 也要請你 各位啊 老闆說怎麼搞的 我這個因為秋刀魚耗嘴力帶